一半煮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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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者正在烹飪佳肴 鏡頭拉近看 咦 這不是蛋餅嗎 怎麼料理方式這麼特別 原來是業者創新將蛋餅 透過白醬燉煮及翻炒後 所創造的特色餐點 白醬風味炒蛋餅 我就嘗試著想說 既然我有這麼多風味的一個醬料 那我把它融入蛋餅裡面 是不是能夠有 產生不一樣的一個風味 包含就是入口的時候 保證是燙的 然後又不會乾乾 它是呈現多汁的 QQ的 非常香甜 有火腿的香味 從來沒吃過這種的 在這裡第一次吃這樣 一開始的想法就是 我本身喜歡吃 可是感覺每一次 我在鄰邊肚子餓的時候 吃來吃去好像口味的選擇有限 所以我想說 就我知道我可以料理的部分 來嘗試看看這個市場 本質打造在地專屬特色餐點的理念 裡面這家特色美食館 已創意料理聞名 除了各式風味的炒蛋餅之人氣 甚至還有結合中西式 泰式 泰式 泰式風味的義大利麵 像這個綜合滷味義大利麵 將綜合滷味與油豆腐 海帶等風味結合 和西式面食的組合就相當特別 綜合滷味義大利麵 外面有沒有吃過豆腐 沒有 那今天請覺得好吃嗎 你的東西有夠的嗎 很特別啊 怎麼說啊 尤其是那個乳味那一個 那個很好吃 甜甜的 跟外面不一樣 要是傳統的那種青醬 紅醬那些風味 可能吸引不了 當地的一個 一個市場的人員 那就是再多融入一些 大家耳熟能詳的風味 然後跟義大利麵結合起來 它能夠產生什麼樣的 一個市場的反應 這個是我本身很好奇的 店家除了餐點具特色 走進餐館內看見的 所有銅碗級遊戲機 都是老闆一手打造 除了希望顧客在等待餐點之餘 可以盡情玩樂 也期盼能打造再提特點 吃我的料理的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必須要等待 等待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然後就想說 要是店裡面有多一些 可以讓他可以打發時間的東西的話 應該讓客人不會等得不耐煩 再者就是 我兒子 我當 我兒子現在六歲 我很知道他的需求 然後他都會把他的需求 回客給我之後 我就幫他 算是幫他圓夢 結合自己精湛的手作遊戲機台 以及獨家料理 以別家吃不到的美食為主題特色 期盼透過創意料理 不僅要打造專屬林邊風味的美食餐廳 也期盼能成功塑造 敵方亮點 引領更多人到林邊來觀光 比東秀不停於相吃 裁縫報導 是 好吧